第四個要說的就是 如果你有滑水彩的話 你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很難才會乾 但如果你沒有耐性 就像我這樣 要不就還未乾透 它就會和旁邊還未乾透的東西融化 化開了 或者是你要等很久很久很久 等到你的顏色都乾透了 那那幅畫就會變得很麻煩 所以有一件事是畫水彩都必須要預備的就是 風筒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更加貼地 就是有時候我們會在街上畫畫的 例如是寫生 或者是在咖啡那裡坐在那裡畫畫 但是在這些情況你不會有個風筒 我就想到可以用另一件東西去幫助我們 就是 風扇仔 那其實風扇仔 現在他們其實風都已經是很大 所以它絕對能夠有助你去吹乾你的水彩 第五樣 第五樣就不算是一些我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但是其實也是對於畫畫是非常有幫助 還有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會知道有這件事的 一個你需要在出去畫畫 或者有時候去旅行的時候 都必須要具備的一個水兜 那有時候我們會畫水彩就會用自來水筆 自來水筆是挺方便去畫水彩的 但是當你畫了一段時間之後 有時候自來水筆的頭就會開叉 又或者是它的柔軟度 那種毛質都未必可以很 真的畫到你需要的效果 就是 這些這麼小的水兜 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時候 我都呆了 原來是這樣的東西 這個是我朋友送給我的 因為他也有用這些東西 那次我就是跟他一起搭飛機 我們去其他地方去 公港 然後在搭飛機的時候就一起畫畫 不知道有沒有人是會搭飛機的時候畫畫的呢 還是大家都會看電影的呢 可以留言告訴我 當我們搭飛機畫畫的時候 就需要水兜 我看到我的朋友 他就是用這個這麼小的水兜 這個是膠的 而且後面有這個位置 可以讓你塞住 可能是 我想是塞住 畫寶 就是這五樣東西 就是我的Water Color Hack 那如果 你還沒有想過這些問題 或者你沒有遇到這些問題的話 那可能這個Water Color Hack 就不會這麼幫到你了 那如果你有其他Water Color Hack 是很有趣的話 那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選多一個分享一下 這個題目就是 究竟我是怎樣開始進入畫畫這個世界 我很多朋友小時候都有學畫畫的 但是我自己就不是特別興趣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我覺得自己畫得很噁心 那所以我就沒有繼續畫畫 也都不是特別有興趣 那我有些朋友就是天生就懂畫畫的 他們畫了很小的胭脂 拿著畫筆 亂畫亂畫亂畫 然後呢 現在呢 都是不斷地繼續畫畫 他們是有無盡無盡的idea 還有 很懂得畫畫 那我自己呢 就一直都有一個疑問 如果我是一個天生不懂畫畫的人 我究竟有沒有辦法可以畫畫畫的呢 那所以幾年前呢 因為一些機會的緣故呢 我就真的得起心肝 好想 好想學會畫畫 我覺得應該可以學得懂的 一來是 我看到別人畫得很漂亮 其實我也很想畫到別人畫畫畫 而且我也是一個很喜歡學東西的人 我在學畫畫之前呢 我都有買了很多不同的書 去講畫畫這件事的 那其實那些書呢 都有一些少少幫助的 我覺得 他一開始一定會叫你先畫一幅畫 然後呢 你就去對比一下 第二你畫的成果 那其實呢 我自己就沒有看完那本書 但是呢 我覺得那本書呢 給我一個很重要的反思 就是呢 他告訴我呢 是有可能發生的 後天去學習畫畫的人呢 是有可能去畫畫的 開始學畫畫呢 是有什麼方式呢 那其實呢 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呢 他們是 一直都不想去出去給錢學 那所以呢 他們就會上網自學 那其實上網自學呢 都是挺好的 那之後呢 我可能會有一些題目呢 會講一下 究竟有什麼方法 可以令到我們畫畫 可以進步多一些的 那 另外一些方法呢 去學畫畫呢 就是可能你不想定期的 每個星期去 regular的學畫畫 那我覺得呢 坊間呢 都有一些工作方 是挺好的選擇 那些工作方呢 可能會幫助你 去畫一些你想畫的東西 那 那在某一些東西 學了之後呢 你自己其實需要很多的練習 還有 繼續去不斷地去練習 嘗試 那這樣呢 才會進步的 那如果呢 大家真的有興趣 好想一起去 研究畫畫這件事的話呢 那我都可以試下搞些gathering 一起 大家可以報名啦 可以找一個地方去一起畫畫 還有 一起share一下 究竟在你畫畫這個過程裡面 不同的東西 你會畫些什麼 還有 每個人的方法都會不同的 那最後啦 我也很想鼓勵大家 就是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要去兼顧的 但是 不要忘記 做些讓自己開心的東西 找一些你會覺得開心的東西 不需要覺得醉舊 因為呢 我們的健康 我們呢 是不是開心呢 都是呢 會成為我們的動力 去繼續讓我們有盼望 有力量去 去 過每一天的 可以在instagram找我聊聊天 分享一下你們 各樣的 不同的 特別的事情 那如果呢 你對畫畫呢 有任何的疑問 那你都可以在這段影片下面留言 讓我呢 可以有機會去回應一下 大家不同的 那現在呢 我應該固定出片的時間呢 就會是 星期三 或者星期四的蠻想 一個星期一次左右 那有時候可能因為 太忙的緣故 都會失去 那希望 之後可以比較穩定一點 這樣出片 那 那就是這樣啦 那這個是我的instagram 那如果你還沒follow我的話 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看到有這個 就是有這個 我們還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那這個 有一個 洋蔓 然後